加伊大波米 真未機械很快 已經慢慢變成是加伊真未機械很快組落 商業影響力是越來越大 之前邀請到所有商業市司長呂政華來交流分享 如何把商業引入所有利用 以後工作的考量 我從工業局轉到數位部 那對於數位產業有一些新的一個想法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那同時因為人才的培養是非常重要 所以企業的氣是值於人 所以如果大家能夠多培養人才 然後各行各業能夠努力去推數位轉型 那對台灣的競爭力會有幫助 所以有這個機會能夠來這裡加伊跟大家分享 是非常高興 大波米槍雄合政會標示 因為有這麼多槍雄來歡迎 對新生理的所有商業市有但不少 所以邀請司長來分享目前所有發展的狀況 讓槍雄可以更加了解所有商業的應用 各位朋友都對最新的這個單位 我們數位產業署真的有點陌生 所以說我就借著台灣大普美 然後經由我們中華民國工業區聯合總會 來邀請大家一起來學習 不然說要怎麼發展這個數位經濟 我想還得靠我們署長這樣子豐陳普普的 來推廣來說明 有旅政法標示 商業市有在所有人材本分上頭 通過的企業出席 依陣台分 競爭實際的解決問題 未來的政府也希望增加所有投資 不可以讓企業來用的人材 希望可以帶動各商業的所有專業 和所有的商業生態 齊得更好 繼續歡迎大家觀察報道